今年9月28號 國道7號的建設計劃 通過環評大會的審查 結束了從2010年開始 長達12年躺在環保署的關卡 這個決策當然是引發環保團體的抗議 而各大跟高雄相關的社團卻是拍手叫好 甚至還有民眾留言表示 這條高速公路是靠馬路上的冤魂換來的 所以國道7號這麼兩極的期待是怎麼來的? 國道7號的計劃名稱為高雄港東側聯外高速公路 顧名思義是為了解決高雄港的聯外交通問題而誕生的規劃 因此要先從高雄港的發展開始說起 今天的高雄港在南北兩側都有水道可以直接連通到海洋 但其實早年迄今並不是個獨立的島嶼 南側是可以透過陸路直接聯絡到小港、林源 所以當時的船隻要進入高雄 只能經由今天旗後跟古山哨船頭之間的水道 當時間進入到日本時代 總督府決定將高雄港批建成現代化的港口 然而如果沒有便捷的路上交通的話 再怎麼樣現代化的港口還是沒有辦法達成 因此新興建的縱貫鐵路就把終點蓋在這個港口旁邊 也就是現在輕軌哈馬星站的所在地 後來被改名為高雄港站的鐵路車站 讓貨物可以透過這個車站達成鐵路跟海運之間的轉運 由於進出的貨物持續增加 當然也就讓高雄港有了擴張的需求 於是原本的海灣從北邊開始 慢慢地整建出適合大型船隻停泊的碼頭 為了讓貨物可以快速地轉運 鐵路沿著海岸往南鋪設 這也就是後來的高雄臨港線鐵路 到了1970年代 政府推動十大建設計畫 在高雄灣一旁設立中國鋼鐵公司 中國造船廠 同時規劃南北高速公路 把終點設置在高雄灣 作為高雄港的主要連外公路 由於當時高雄市區已經擴張到臨近鳳山的邊界 在高速公路只能從市區外源通過的狀況下 街上高雄灣的位置當然比較偏難測 但也剛好因為原先日本時代開始發展的港區 已經逐漸飽和 高雄港新開闢的幾個貨櫃中心 就針對著這條南北高速公路 稍微難測一點的位置 還有新設立的中國鋼鐵公司 跟中國造船廠 大量的貨物除了透過鐵路之外 也可以藉由公路進行路上的運送 從這邊可以發現 高雄港的每一次大規模擴張 都正好有主要的路上運輸廊帶作為搭配 當時間進入到2000年代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的計劃被提了出來 也依循著過去高雄港往南發展的步調 洲際貨櫃中心不只設置在高雄灣的最南側 甚至要往海灣的外側填海造路 然而洲際貨櫃中心卻沒有專屬的連外公路或鐵路 如果要到最鄰近的國道一號 必須要繞過整個高雄灣的南端 經過長達10公里的市區道路 未來全面開發 勢必會對市區道路帶來嚴重的衝擊 因此在2006年 交通部運研所召開高雄都會區連外運輸系統 去平井改善方案會議 後續經過交通部同意之後 決議由國工局辦理高雄港東側連外高快速公路可行性研究 而依照公路法第二條的規定 重要港口的連外道路可定位成國道 這條公路因此被賦予了國道7號的編號 預計成為臺灣的第四條南北向高速公路 這條全新的國道在路線上起自洲際貨櫃中心 沿著台17線往北到中鋼之後 行走鳳山丘陵來避開人口稠密區 接著劃過鳳山市區的東側 最後在人武接上國道10號 未來還有往北延伸到台南的規劃 以彌補目前國道1號台南高雄之間 每到尖峰就賽道難以動彈的狀況 然而相關的爭議也可以說是從這邊開始 國道7號第一階段的最北端 只有到國道10號 也就是說車輛抵達人武之後 如果要在繼續北上 那就勢必要轉往國道1號或國道3號 可能會讓國道1號台南高雄段的擁塞問題 更加嚴重 而且國道1號跟國道10號連結的頂巾系統交流道 早就是相當著名的塞車熱點 國道7號加入之後 可能會加劇這個交通節點的負擔 除此之外環保團體也認為國道7號穿越鳳山丘陵 可能破壞猛禽生態系統 而且距離鳳山水庫過近 可能會污染水源 同時經過奇山斷層 周邊還有泥火山持續噴發 未來可能會遇到跟國道3號 中寮隧道杯口一樣 因為斷層錯洞而造成隧道變形 必須把高架橋跟隧道拆除 改成填土的地質問題 於是從2010年環評開始進行後 到了2013年7月 被專案小組判定為不應開發 不過環保署後來召開大會 決議將國道7號的建設 送進到更嚴苛的二階環評 而根據環評法的規定 進入二階環評之後 開發單位必須提出替代方案 因此國公局另外提出了 兩個行經高屏漆西岸的方案 從洲際貨櫃中心出發後 直接往陵圓方向到高屏西畔 分別由鳳山市區旁 接回原本國道7號規劃的主線 以及繼續往北 經過九區堂一大世界後 到大社直接接上國道10號 不過因為這兩個方案的路線 增加了5到12公里 拆遷戶數會有所增加 而且距離河川地過境 會難以設置交流道 效益沒有原本的計畫路線好 所以還是以原本的路線送入環評 除了環境地質上的問題之外 反對方也只以國道7號短短的 23公里裡面就設置了9座交流道 成為交流道密度最高的 南北向高速公路 頻繁的雜道匯出匯入 可能也會讓高速公路的安全性不足 這些交流道分別是最南端的南新端 進入道跟台17貢線段 只提供南出北路的陵源交流道 跟陵海交流道 連結高屏22路 只提供南出北路的大屏頂交流道 連結高松路的小港交流道 跟台88線交匯的大寮系統交流道 南北向雜道分離 設置在台1線跟台25線的鳳寮交流道 連結神農路的鳥松交流道 最後是跟國時交匯的人物系統交流道 而事實上 國道7號原本還有一條 通往高雄港內三貴五貴的聯絡道 但因為穿越小港市區 這個規劃在2010年就遭到取消 改為增設陵源跟大屏頂兩座交流道 不過陵源跟陵海交流道 同樣位在台17線上 相隔距離只有1.8公里 民眾及議員多次在會議上 表示希望整病 目前最新的規劃方案 已經取消陵源交流道 並且把陵海交流道往南移動 針對陵海工業區的中立街 從一開始的規劃 設置的交流道 都看得出來國道7號 是為了高雄港 以及周邊的工業區的需求 而誕生的一條高速公路 隨著洲際貨櫃中心 第二期的工程即將在明年完工 來自貨櫃中心以及陵海工業區的大貨車 目前只能經由中陵路或者是台17線 接著沿著北陵路、營口路、高峰路 接上台88線 或是直接經過小港機場前 從中山四路上國道1號 這些動線都會經過人口稠密的住宅區 大量的大貨車跟住宅車輛混雜在一起 使得這些道路的交通狀況非常混亂 甚至經常發生車禍 針對這樣的情形 交通部運營所另外提出 高雄港洲際貨櫃中心 聯外交通改善策略之研究 希望在國道7號完工之前 大貨車可以改由中鋼路、大葉北路、台積路 之後進入五貴的港區裡面 再由新生高架橋進入國道1號 雖然避開了大量的住宅區 但是卻也增加許多直角轉彎 還是有一定的風險存在 也正是因為既有的道路 公州際貨櫃中心的大貨車行駛 有著諸多問題 不少在地居民希望可以透過國道7號的興建 讓住宅區不再有那麼多大貨車行金 這也就是所謂冤魂縮的由來 而其餘的高雄市民們 則是希望減緩國道1號擁捨的情形 終於在今年9月28號 歷經了12年的審查 國道7號通過第二階段環評大會的關卡 接著還要經過交通部、國發會、行政院的核定 預計在2026年動工 最快可以在2030年完工通車 只不過在最北端只能接上國道10號的狀況下 如果行駛國道7號的多數車流 無法透過國道10號轉往國道3號的話 那麼目前國道1號台南高雄段的擁捨情形 可能不會有太大的轉變 甚至還有可能更加惡化 另外規劃中的高屏2塊 也將會在人物設置跟國道7號 還有國道10號的交流道 可以預期會讓人物系統交流道的動線變得更加複雜 至於往北延伸的路段 目前高工局的構想是規劃在高鐵東側 國道3號西側的廊帶 以國道8號作為北端的終點 但是仍然沒有釋出明確的計劃內容 不過目前還有台39線高鐵橋下道路 往南延伸到人物的規劃正在進行中 而未來行駛國道7號的車流抵達人物之後 會不會願意走平面的台39線繼續往北呢? 還是會繞遠路選擇沒有紅綠燈的國道3號 或是繼續塞在國道1號上面呢? 如果你是駕駛會比較傾向哪條動線 歡迎分享在留言區 也別忘記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並且把影片分享出去 讓更多朋友知道為什麼會有國道7號的規劃 以及為什麼會跑了12年的環評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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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